新北市五谷区在昨天下午4点多 一名71岁的张庆夫人 过马路时被大型的连结车撞倒卷进了车底 老夫人在车底下拼命的呼咒 司机立刻停下报警 夫人被救出时意识清楚胸骨骨折 紧急送医 而附近住户看到了这一瞬间 全都吓坏了 下午4点多 五谷民一路上一辆连结大货车停等红绿灯 穿黄色衣服的老太太 手拿雨伞当拐杖 慢慢的紧贴货车左转过马路 对面行车记录器拍下惊悚瞬间 老太太走到一半 红灯变绿灯 连结大货车直接起步 把人撞倒卷进车底 手啊一直拍 我也听到它蹦蹦蹦 走路 下走路就不稳了 莫及民众吓坏了 司机也马上下车查看 救难人员到场 把老太太从车底救出来 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胸骨骨折造成气胸 右脚还有擦挫伤 民众看影片推论 说老太太经过货车正前方 怀疑是视线不良肇事 但其实大货车都有车头辅助镜 其他大货车司机认为 驾驶责任很大 只看 全面是不是很清楚 对 你就看不到吗 一定看得到 行人与一领车发生事故 七七车的驾驶及行人 均要注意入控 老太太雨伞跟鞋 还留在车祸现场 惊悚车祸把人卷进车底 肇事责任还要继续理清 记者刘司苏松林 新北市报道 建训